接種站持續打疫苗 但卻有民眾抱怨 20號到現場 明明有預約固定時段 卻又突然更改施打規則 到現場打疫苗的時候 發現說要現場排隊為準 不用再按照 就是沒有再看數字號碼 這樣子排隊 我們要從3點開始等 等到6點才才打到疫苗 第12期第一階段預約結單 BNT第一劑有101.4萬人完成預約 AZ第二劑有68.6萬人 莫德納第二劑有18萬人 一共188萬人 將在10月22號開始接種 但是近期亂象太多 讓民眾對地方政府沒有信心 另外指揮中心也宣布 7月16號之前 已經接種莫德納第一劑 55歲到64歲 尚未預約的民眾2.6萬人 可以在10月22號優先預約 在第二階段開始施打 民眾看到了這個訊息 你公告了之後 他可能會把它記下來 但你又在中間增加的 他不一定收得到訊息 未來新冠疫苗 是否比照公費流感疫苗 規劃成常規疫苗 針對老人等高風險族群 才有公費 對此陳時中回應 除非明年的疫情 突然消失或大幅降溫 不然明後年 都還是會採全部公費接種 65歲以上 或是說高危險群的人 他民意不全 能夠有公費來支付是最好 因為這些都是比較弱勢的 指揮中心策略基層一時也贊成 畢竟新冠疫情 未來是否出現更多變異株 在無法預測的情況之下 新冠疫苗採全部公費接種 才能夠增加人民施打率 記者新聞 angerга 有 事 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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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